拜登辩论灾难内幕及平息民主党恐慌的紧急应对 当瞧拜登总统与核心圈子一起复习最后的笔记 准备在6月27日亚特兰大与唐纳德 川普进行辩论时 他的妻子悄悄进入了民主党最大捐助者的一个会议 拜登胜利基金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财务大佬们都齐聚在利兹卡尔顿酒店 进行为期两天的政治简报 其中包括激励人心的演讲和与VIP面对面的交流 乔已经准备好了 拜登夫人告诉大家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假消息 6月27日傍晚 拜登经历了90分钟的辩论 即使是他最亲密的盟友也私下承认这是一场灾难 拜登的表现完全是一个81岁的老祖父 用微弱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表达出难以理解的论点 当川普一波又一波地进行言语攻击时 他经常呆滞地张着嘴盯着 拜登多次棱在那里 甚至连一些预先准备好的台词也弄得一团糟 当回答有关国家债务的问题时 他的答案令人费解 似乎在试图论证超级富裕的美国人应该多缴税 我们将能够确保所有那些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托服务 老年护理 确保我们继续加强我们的医疗系统 确保我们能够让每一个单独的人都符合我所做的事情的资格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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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对不起 与我们必须做的一切有关 看 如果 我们终于击败了医疗保险 恐慌这个词来形容辩论过程中 在民主党内上下流动的情绪一点也不为过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位民主党筹款人发短信说 在房间的另一边 另一位发出了一种求救信号和人质视频般的消息 这对选民来说不会像对我们这么糟糕 对吧 从进步派到务实派 民主党的结论也许是党上曾几十年来最为一致的 拜登的整个表现连打字幕可能都是难以理解 另一位高级民主党战略家说道 那将是最诚实的 几乎在辩论结束后 民主党人开始询问是否以及如何说服拜登为了党的利益 国家的利益以及候选人本人的利益退出竞选 拜登的忠实支持者迅速介入战斗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进行了几轮预定的深夜有线电视访问 尽力阻止党内活动人士梦想放弃拜登 甚至可能包括放弃哈里斯自己 拜登的团队公开坚称 那只是众多夜晚中的一个 候选人绝对 百分之百地准备再干四年 作为证明 他们坚持辩论后的计划 把他送到亚特兰大桃树街的凯越酒店 参加一个辩论观看派对 参加了45分钟 然后在午夜前往华夫丙屋 再去亚特兰大机场的路上做短暂停留 之后迅速飞往北卡罗兰奈州罗里 他将在第二天在那里竞选 空军一号在凌晨两点前着陆 第二天 美国最受欢迎的资深民主党人巴拉克 奥巴马告诉他的盟友们不要逼拜登 辩论之夜表现不佳是常有的事 相信我 我知道 拜登的前老板信息道 但现实依然存在 所有收看辩论的美国人都可以亲眼看到 拜登如何老去 已经被锁定在一场即便是最好的情况下 也是难分胜负的竞选中 拜登的胜利之路突然在民主党人眼前 变成了一条死路 这让党内提出了两个问题 有没有办法让他退出竞选 如果没有 有没有机会用一个严重缺陷的候选人 勉强冲过终点线 无论如何 这都与拜登和他的团队在马里兰州山中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 进行六天排练时所策划的完全不同 在所有关于最成功的第一个任期议程和创造历史的中期选举的讨论中 拜登的团队在周四凌晨和整个周五都在努力劝说民主党人不要放弃 当一个候选人失误时 通常会有忠诚的助手承担责任 拜登在伪过于人上经验丰富 当他的第一次竞选在1987年夏天崩溃时 一个年轻的助手和未来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戴维 威尔赫姆因传递了拜登在辩论台上引用的一位英国工党领袖的演讲而受到指责 当他的第三次竞选在爱荷华州的初选中排名第四时 拜登在前往辩论地点的途中慢慢穿越新罕布什尔州的冰雪道路时 解雇了他的长期助手和竞选经理格雷格·舒尔茨 随着关于他儿子与不法商业伙伴关系的调查不断进行 拜登指责他的员工没有及早发现潜在的利益冲突 当在他的个人藏品中发现机密文件时 又是助手的错 但这次责任只能放在总统本人和他的最亲近的家人身上 没有人能说在亚特兰大发生的事情是意外 选民一直在告诉民调人员他们担心两位候选人的年龄 根据易普索的民调 几乎三分之二的国家认为川普和拜登都太老了 另一项盖洛普的民调发现 只有22%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对国家的方向感到满意 这个数字将拜登置于危险区 2020年这个时候 川普的支持率是20% 他输了 而奥巴马在2012年的马拉松比赛中 同一阶段也是这个水平 并保住了他的职位 1992年 当老布什竞选连任时 这个数字是14% 他在那场三方竞选中输了 并不是没有人试图警告这种情况的发生 高级民主党人一直在告诉他们的同僚 拜登有点跟不上了 不再是他最好的状态 奥巴马的内部人士如大卫 阿克塞尔罗德和大卫 普卢夫一直在警告捐助者和操作人员 拜登是一个有风险的赌注 党需要新的血液 但提出年龄问题是被拜登阵营高层驱逐的理由 在那些接近拜登顶级顾问的人中 流传着关于一个提出年龄问题的近亲助手被立即排挤出去的黑暗故事 辩论后立即有反叛的讨论 一些匿名的国会民主党人 担心自己的选举受牵连 发誓这次党领导人不能对他们进行干预 但是如果拜登在有机会优雅地退出时不这样做 现在他甚至更有能力坚持自己的立场 民主党的规则几乎不可能替换拜登 除非他自愿退出 拜登目前在近4000个党代表中3894个承诺投票给他的代表 其中大多数人必须在第一次投票中坚持投他 这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在线上举行 大会上大约25%的代表需要投票 以开放另一个候选人作为提名人选的机会 这仍然非常不可能 事情确实很黑暗 这毫无疑问 一位自第一天起就在白宫西义工作的助手说 但我们必须继续 这是唯一的选择 如果拜登能被说服退出 党内将会陷入196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混乱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将会有现任的优势 但他的支持率很低 容易受到挑战 名义上为2028年做准备 但都被暗中谈论为 可能在2024年替换拜登的知名竞争者 包括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 纽瑟姆和伊利诺伊州州长 据B·普里茨克 川普的竞选团队似乎对现状感到高兴 无论他们喜不喜欢 民主党都被拜登困住了 川普的共和党顾问亚利克斯·布鲁瑟维茨说 这可能是真的 前总统的团队在辩论后尽情利用了这一点 拜登忘记了阿富汗有13位英雄牺牲 并认为有姐妹间的强奸而造成的流行病 他不应该接近和密码相 川普总统川普需要回到白宫 这一点从未如此明确 布鲁瑟维茨说 为了平息恐惧 拜登必须承认错误 我不会要一个拜登勉为其难的竞选口号 一位捐助者策略家在周五说 竞选团队加倍努力 散布盟友的正面评价 他们仍然相信川普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 他在辩论中没有赢得选民 在辩论后的早晨 竞选总监詹奥玛利 迪龙来到亚特兰大利兹酒店鼓舞捐助者 竞选领导层将一切都放在背景中 支持者们离开时感觉比昨晚好 前阿根廷大使诺亚 马梅特说 支持者们互相告诉对方情况本可以更好 现在是时候集中注意力了 在拜登阵营的高层 没有必要再去涂脂抹粉 这次选举永远不会在一场集会 一场谈话或一场辩论中赢货书 一位高级顾问说 我们有一个基本上锁定的选民群体 和两个定义明确的候选人 决定这次选举的选民将需要一致的时间和努力 来赢得11月 拜登在北卡罗莱奈州继续传递这个愿景 告诉他的观众他理解党内的恐慌 然后坚定地拒绝了他 各位 让我以此结束 我知道我不是年轻人 这是显而易见的 拜登在罗里平淡地说 他开始了捐助者要求的自责和战略家 希望他理解的自我辩护 我辩论得不如以前好 我知道我知道的是什么 我知道如何讲真话 我知道对错 我知道如何做这份工作 我知道如何完成事情 我知道数百万美国人知道的 当你被打倒时 你会重新站起来 确实 拜登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多次被打倒 但有时候最好是保持在原地 各位 我以拜登的名义发誓 如果我不全心全意地相信我能胜任这份工作 我不会再次竞选 他说 对于许多观看辩论的民主党人来说 问题在于拜登的信念越来越显得与现实不符